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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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给也可以 都好 两个月前 风大 旁边的树到了 然后 这个大树 30米高的大树 它到了 应该是把这个楼披了一半 但是 这么粗的一棵树 就到了 我们天天送这个镜的地方 就是在旁边 树到了 停了 它没有把墙弄坏了 没有把那个楼顶弄坏了 我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 我就觉得 这个祖师爷真的是保护我们的 我们在这儿诵经 我们有信仰人在这儿修道 有信仰的 信道的人在这儿修道 祖师爷保护 德国德教学会成立了之后 我们这个会员很少 现在人多了 每一个人每一年有赚一点钱 就是这个会员费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印书 这个 租这个房子 装修 这个都有成本 德国人很少有这个习惯 做一些功德 有一些人他们去过中国 或者去过什么庙啊 佛教寺或什么的 在天主教啊 教堂啊 他们也偶尔就是做一些功德 所以刚开始这个功德的事啊 很少有人捐钱做一些功德 我翻译的书 有人来在这儿都可以免费拿 轰道 我一个人在这儿修道也可以啊 有一句话 有功夫 自然有人 有人来 我也天天练 天天有 练功夫啊 天天送经 然后第一年 很少有人过来 然后我们也是在 我们那个网站 发了一下新闻啊 发了一下这个 道教的理论 大家都能看 然后慢慢有人了解一下 慢慢有人过来想多学点这个道教文化 现在我们有几十个会员 现在我们会员慢慢多一点 然后我们将来多做一些活动 多做一些这个武当功夫表演 然后大家都知道 哎呀 德国有一个道馆 德国有一个德国南武当道演 德国有一个道士可以传道 哎呀可以教功夫 你就修你自己的心 你将来会有影响你家人 你性格有边缘边温柔一下 你的性格有边好 你做一个好人 他们就自己看到 哎这个人怎么又有变化呢 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家人也看到 他们会问 你为什么突然行得怎么那么好啊 突然你这个 呃 哎呀 皮肤变红了 哎呀 感觉很光光的啊 有感觉啊 那你可以说 哎呀 我修道儿 我是练功夫啊 我是练太极啊 养生功啊 哎 他们要有本 哎呀 能不能教我们呢 我们也想健康一点啊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这个一步 你就开始 嗯 印象别人 从你自己修心的 时候 你修好性格 你修好这个 人道 很自然会有影响别人 你先有可能是 第一步就是 你影响你家里人 或者你同事同学啊 啊 嗯 然后 第二步呢 你影响他们就是 在旁边的人啊 天天看到那些人 出去地面 走路啊 也有人去问啊 哎呀 你什么人啊 哎呀 他们会看到你啊 有什么感觉啊 感觉特别轻啊 走路也很轻啊 轻松啊 说话非常温柔啊 你也会影响 其他人 他根本没有见到你 见到过 第一次见到 你就会影响他 然后你从你自己修行 你的小的世界啊 啊 就是影响你家人 影响你朋友们 学生啊 同学同师 然后全国啊 哎呀 这个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啊 啊 这个 德国很多人就是新耶稣啊 天主教啊 嗯 我们也经常去一些活动 宗教学会 嗯 欢迎我们 邀请我们 就是参加活动 加入他们的学会 啊 我经常去跟他们讲 这个 刀教啊 我也是 嗯 代表这个 德国道教学会 代表这个 武当派 嗯 拿武当道员 然后 我们也讨论一下 有什么不同的 有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理论是一样的啊 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啊 这个耶稣啊 耶稣啊 耶稣他也是 在我眼里面 一个修道者啊 文化不同 这个语言不同 嗯 但是这个 这个修道 修心的 修 修当的这个过程 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 中文这个道 我们用这个道字 是因为要沟通 别的地方叫他 为 英语叫为 或者德文叫为 这个都是这个道啊 但是语言不同 文化不同 呃 呃 这个耶稣也是一个县 呃 这个 这个 他用他们那边的语言 这个 这个 这个文化也不是现在的啊 当时 他用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这个 呃 当地人能理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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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每一个人的养生 每一个人的书心 语言不同 理论不同 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去教堂 跟那些人都沟通 都是非常好 我这一辈子非常荣幸 我遇到我的师父 这个是缘分 我也给他们机会 可以过来 可以学见这个道教文化 可以听到 可以知道 要修到就误到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要这个缘分 这辈子能听到 那你这辈子也能误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